怎么都是龙在上奉在下呀 当然啦 龙是皇上奉是皇后吗 当然是龙在上奉在下啦 要是我做了皇后啊 我就把龙给叼得下了 行 当改名你当了皇后这啊 咱们给她来个乾坤颠倒 我白给你看不要钱 真的 真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 六岁的宰纯统治皇帝举行了冬季大典 即使皇帝只有六岁 却像一切帝王冬季那样豪华庄严 六岁的皇帝就是这样接受朝拜 就是这样走进了养心殿 人们不禁要问国家内忧外患 一个只有六岁的小皇帝 他能担当得了一个拥有一万人民的大国之巨马 其实他只是一个放在宝座上的摆设 真正的统治者是隔着一道沙帘的西太后慈禧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怎么都是龙在上奉在下呀 当然啦 龙是皇上奉是皇后吗 当然是龙在上奉在下啦 要是我做了皇后啊 我就把龙给叼得下了 三两句话一聊 实际上吓得面色惨白 姑娘是奇人 姓慧 老姓是 叶赫的原意是河边 这个家族的祖先布扬古和亲太祖努尔哈赤 曾经有过一场血战 布扬古被努尔哈赤杀死之前 曾经对天蒙事 即使叶赫拿拉家族 只剩下一个女人 也要爆出血痕 这便是实际上惊慌的缘由 难道说 真要地覆天翻 是年春 内务府赵丽发文 举行三年一次的选秀 三品以上官宦人家的女儿 不经过选秀 是不准许陪人家的 这是组织 当然也是特权 惠家二女儿玉兰 就是这样进了皇宫 且看这些步履匆匆的秀女们 她们有的忧虑 有的烦愁 有的兴奋 有的坠坠不安 有留下来的福分吗 如果真的被选中 又会怎么样呢 一入宫门深似海 失宠的嫔妃 如同落花般情剑 青丝堆血 也未必能见到皇帝一面 只有她 这个小小的有心人 愁愁满志的左顾右盼 这是哪儿 这就是皇上的御花园吧 奇花异草 古墓参天 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 连脚下的路 都是用石子拼漆的图案 红通通的墙 金菜菜的瓦 雪白的浴湿蓝感 只是这 龙 又是龙 全是龙 真讨厌 玉兰心向思量 这满是龙的墙 也该换换样子了 说来奇怪 前几天啊 玉兰做了个梦 梦见皇上了 皇上问 你叫什么呀 今年多大 数什么的 玉兰羞红了脸说 我属大象的 皇上被逗笑了 又问 你知道大象最怕什么吗 玉兰一愣 大象多厉害 大象会怕谁 皇上得意地说 怕老鼠呀 哼 那是自然 皇上属老鼠嘛 你是惠征的女儿 嗯 有老姓吗 叶和纳拉 叶和纳拉 因为祖姓叶和纳拉 使她失去了 册封为皇后的机会 皇后是扭咕噜式 而不是她 虽然她也由兰贵人 进封为义品 皇上却很快就忘怀了 这个会用手绢 点老鼠的玉兰 也许皇上明天都想起来 也许永远都不会想起 也难怪 皇宫里那么多美貌的嫔妃 玉兰算得了什么 眼睁中看着别人裹紧背 让太监抬进皇帝的寝宫 玉兰止不住度火中烧 方形破碎 别人的春宵 恰恰是自己的长夜 年华虚度 都赋予东流水 玉兰不甘心 她不能让花蓉月貌 白白地憔悴 更不能接受 青丝堆雪 花落人亡 艳阳天 艳阳天 桃花似火柳如烟 又早画梁间 对对飞春燕 女儿泪怜 女儿泪怜 奴金十八 仲华年 空对好春光 谁与奴作伴 艳阳天 艳阳天 湖光深色 入化莲 春满圆明园 双鹤交景面 女儿泪怜 女儿泪怜 奴金十八 仲华年 天地一家春 谁与奴作伴 凭借一曲 哀怨缠绵的小调 玉兰成功 凤鸭冷 次年秋天 生下小皇子 宰春后 共是直接进逢 易贵妃 地位仅次于皇后 不过 安生的日子没过几年 羊人的大炮 就哄开了大清国门 英法联军在广州东路 一路北上 形势危急 迫于无奈 大学士桂梁 只好在天津 同羊人会面 订条款 签合约 首先是英国 索赔四百万两 此外还要传教自由 法国也一样 这是赔款减半 美国俄国也都要插一脚 钱不说 还要派出军舰 皇上大怒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还真以为我大清是纸老虎 咸丰9年5月23 英法联军在大孤口受挫 18艘军舰 四成六商 驶回上海 分向本国请兵 由于咸丰帝主张 先安内后攘外 岁清军没有重送追击 而是将主要力量 用于清剿江苏一带的太平军 和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联军 咸丰十年6月15 英法联军再次发难 与僧国联青的蒙古马队 战于新河 僧王骑兵全军覆没 只剩七人七继 如此一来 洋人就更加得寸进尺 赔偿的费用加到八百万两不说 通商口岸除了广州 福建 厦门 上海 宁波 牛庄 东州 台湾 穷州之外 还要加上天津 天津失守 就等于开了北京的大门 这还了得 不等皇上想出对策 洋人又发信来 联军要派代表到北京换约 他们还说 让来也得来 不让来也得来 皇上气到发抖 不让来怎么来 带兵来 带兵来 这和直接打进北京城 有什么分别 有人提议 不如以秋冽为名 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去 等换游完城 正说着 易贵妃突然闯了进来 用很严厉的口吻质问 你们是让皇上逃跑吗 领头的大臣一愣 你怎么能进来 简直不成体统 那易贵妃伶牙俐齿 反问道 我不成体统 我看是你们不成体统 皇上是一国之君 理应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海啸于后而不动声 如今国家有奈 洋人濒临城下 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皇上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怎么能离阵脱逃 当务之急 要做最好的指望 和最坏的打算 跪下回话 点礼法 洋人发病的目的是为了钱 不过是走夜之患 江南的太平军 和湖北河南的免军 他们想要大清的江山 这才是心腹大患 所谓战于粪 守于困 何于素 先做最好的指望 跟洋人谈判 地点选在通州 因为那里住有四万人马 对外呢 就说有十万大军 如果谈判失败 那就直接将其围困 断水断粮 打都不用打 说完 易贵妃直勾勾盯着皇上 眼睛简直要冒出光来 易贵安吧 明面上 皇上将易贵妃赶了出去 算是维护组织 但结果呢 以照仪式 全按照易贵妃所说 咸丰十年八月初日 双方在通州会面 联军打了上仗 自然是遗址气势 印军统帅巴夏里 开口便问 既然是何谈 为什么此地驻军 三万九千人 大雪是贵良随口打倒 这是因为南方的动乱 跟阁下无关 巴夏里面了一眼 突然抬手指向松王 又很轻视的口气霜 那个人就是守大国口 被我们打败的败军之将 他也来议和 松王本就脾气暴躁 当即派桌而起 这巴夏里哪里是松王的对手 刚一搭手 就被松王扛着 一把扔进水池 松王的恶气是出了 但灾祸却是欲尿欲大 对外声冲是和谈 结果言而无信 联军代表不仅被打了一顿 还被关进监牢 唠了口实 侵略 都从解放楼 咸丰十年8月7号 联军急速北上 同清军站于巴里桥 像杀鸡一样 杀掉两万五千名蒙古骑兵 消息传回 皇上立刻动身 去热河 打猎 金城告急 而御驾秋寿木兰 九门为止震动 可是 历来不都是如此吗 太平和富贵属于皇上 战乱和灾祸 才恩赐给百姓 咸丰十年9月初五 也就是公元1866年 10月18号 联军开帝北京 皇帝跑了 丈夫死了 鬼子来了 满城是血光火焰 事业 英军统帅阿尔金 领3500名士兵闯进圆明园 能抢的抢走 能搬的搬走 收下带不走的 拿不动的 统统砸碎砸烂 最后 放一把火 将人类历史上最大 最美 拥有最多珍宝的一座园林 温烧殆尽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28年 历经乾隆 嘉庆 道光 等五个朝代不断的增建 修缮 到咸丰十年 整整151年 无以数据的劳力 财富 和智慧的结晶 毁于一旦 这非但是 中国文化艺术财富的 一场浩劫 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 一场 巨大灾难 中文化艺术财富的 大灾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